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鷹 今天又創新高了 今天最高來到17945 離18000只差那麼一點點 看起來應該滿樂觀 沒錯應該要樂觀沒有錯 而且成交量也還在6000億以上 表示什麼 表示整個量能是充足的 很多人說 今天航運股看起來不行了 哪裡不行 小跌而已 對不對 他一開盤是不是中錯 後來又拉起來 可是說實話 今天的頭條是台積電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到底怎麼一回事 來 今天頭條高通強勢回歸台積望暴 OK 幾下聯發科下半年 怎樣 是 台積電這兩個奈米的最大客戶 明年是 5跟4奈米要擴大頭片 OK 他不是說 他的什麼什麼東西 幾下聯發科 只是說他 只是因為他頭片 給台積電的訂單變多了 台積電 預期上應該有很多生意可以做 而且 奈米數越低 表示毛利一定越高 台積電應該很好 結果呢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今天台積電怎麼樣 我直接拿全值股出來給大家講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天天分析嘛 我們直接看這個圖就知道了 這個表 台積電今天漲三塊 只漲了0.51 這什麼 比如說 這個消息對他好像沒什麼關係 對不對 而且成價量只有28800張 他一點激情都沒有 對不對 問題是今天大盤大漲 台積電居然沒什麼反應 什麼東西在反應 來看一下 這邊有框起來 我說前五檔這是電子全值股 裡面誰反應了 鴻海漲了4.93% 聯電漲了3.42% 再來下面這個框起來是誰 是台塑集團 台塑化5% 然後2%多 2%多 1%多 就是因為這些全值股漲了 所以 盤才創新高的 雖然說今天 航運股是跌的 可是沒有差 因為全值股在動 全值股動一下 大盤一下子就拉過高了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跟我之前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我說全值股不跌 傳產股漲 OK還是會過高 現在是什麼 航運是不是休息了 可是全值股居然動了 OK 全值股動了代表什麼意思 馬上就過新高啦 不是嗎 對不對 而且今天有兩個族群 哪兩個 洪海加聯電 還有呢 台塑集團 前一天我記得禮拜五的時候跟大家分享什麼 跟大家分享說 塑化股 二線塑化 台劇亞劇這些 一日行情對不對 我那時候勸大家什麼 不要跌破這前兩天的出量區的低跌 跌破了我勸你趕快出 今天有沒有跌破 還真的還剛好沒跌破 對不對 而且 主要的 塑化一線場的台塑集團 今天還表態漲給你看 我說這是 在演哪一出啊 變成台塑集團在拉 結果因為台塑集團在拉就整個過去了 盤就直接創新高 既然講到 鴻海跟聯電 我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 鴻海跟聯電 裡面 我先講聯電好了 聯電出之前出現這樣的橫向整理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一種狀況 大家要留意喔 留意什麼 它是不是要開始起漲 還是要開始轉下去 就快要出現了 我跟你講 它這邊我上面這一條 劃起來對不對 是不是錢高在這 錢高在這 有沒有看 對不對 這邊 我直接跟大家了當的講 明天只要再過 衝過去帶量 在這邊跟大家 再講一次 什麼樣子叫真突破 什麼樣子是假突破 真突破就是帶量長紅K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沒有帶量長紅K沒關係 你直接跳空過去 收紅K 好 量不用太大 一樣是 真突破的機率高 今天 聯電剛好到這個位置 帶量 可是要突破沒還沒 你要等它明天表態 老師我這樣是不是追高了 你管它是不是追高 重點是你後面會繼續漲才是重點 老師在那邊跟所有的會員朋友們講 我說我們進場的目的是為了要賺錢 如果說你是要 說老師我要買最低 那請去找別人 我不會去買一個最低 我是買了之後會漲 OK那才是重點 好不好 如果說你沒辦法認同 你就可以轉台 好吧 那另外 剛剛講到聯電 鴻海 鴻海在這 今天出現什麼 帶量 長紅 突破近期高點 波段漲勢確率 它明天能夠再突破這個118最好 因為118是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今天收在哪117 如果明天再過 OK118 收在118以上 就可以完全確立它一個波段漲勢就要開始 這邊直接跟大家講 如果說這些全資股開始動 這個盤就不是 118那麼簡單的事 再上去沒有1000點 500點1000點 應該是很難就休息 現在還在漲 看到沒有 很多人跟你說 小心要留意 創新高要小心什麼東西 對不對 明明就是盤勢大好 來看一下 19大類股指數裡面 今天 電子突然間回來41.6% 看到沒有 之前不是跌到20幾 今天回到41.6% 一下多很多 為什麼 就是因為 這一檔 紅海 你看出這麼大量 多少仗 8萬張的量 還有呢 是不是還有聯電 是不是也出量了 26萬張的量 看到沒有 就是因為 這些全資股的量 出來了 所以 電子的成交比重就提升了 好 航運怎麼樣 小跌 0.15%而已 再來鋼鐵也還在漲 2.54 塑膠1.93 塑膠就是因為 台塑集團股 對不對 剛剛不是跟大家解釋嗎 以到目前為止 這個盤有沒有拜向 沒有拜向 你為什麼要看空它呢 在這個時候 正好賺錢的時候你幹嘛去 看空這個盤 我就覺得很詭異 大家看一下 加權指數今天這樣 開高 震盪走高 成交量6057億 跟上禮拜五差不多 來 上漲加速802加速 38加漲停板 你用哪一隻眼睛看得出 悲觀的理由 看得出它要下跌的一個狀況 我是看不出來 好不好 到目前為止 而且我們的操作 也都短線上得到了蠻大的報酬 短短的兩三天 漲了20幾% 對不對 來看一下 加權指數 走勢圖 從我翻多 我記得這個時候 是不是在6月 10號左右 站上17300之後 我直接跟大家講 我翻多了 我空單 找機會回補 股 我那時候不是空境運 當然我們是賺錢走 賺了17% 走了 好 全力做多 所以就一直在買股票做多 中間介紹多少股票 大成鋼 有沒有 有沒有 榮鋼 還有那個敘事 代發 核大 有沒有 還有哪一個 凱美 這麼多 這麼多股票 是不是都有表現 你就看到說 我們的態度是對的 我們的方向做對了 來重點在這裡 這個時候是不是一個長黑回檔 剛好跌到 所謂的月線 之後 繼續漲 我那時候說跌到 17150 好 持續一樣做多 一路漲 漲到現在 17945 差了800一點 你的老師到底是幾點的時候跟你說要看空 不清楚 反正我們現在做多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手上的有一檔股票 就從我們翻多之後進場到現在已經漲了多少 快六成 然後在之前 我們事實上手上還有持股 的一行你知道賺多少錢 80%最多 對不對 我們手上都有 還抱著 為什麼 因為 我們不知道 他的格局只要是對 我們繼續抱 可以賺到 從頭轉到尾 當然最高在哪我不知道 可是至少 這個80%是我們可以參與到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參與到 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趕快掃描QRQ打電話來問 為什麼 問我們現在還有什麼股票可以介入 前幾天 前幾天 有朋友來說他買了榮鋼 問題是他買榮鋼居然被套牢 我說 你應該第一時間就趕快掃描QRQ打電話來問 你不要說 已經漲了30%了你才跟我說你要買 我說這樣是太慢 我們第一時間進場 我說 這個離我們成本距離那麼遠 OK 我實在不知道再怎麼跟你說 你看著節目做股票的問題就在這 好 如果說你對我們的操作有興趣 歡迎加入我們的方案 最近588要你發 持續中 如果有 想要 看我們現在到底要做什麼股票的 歡迎多多參考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雙贏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雙贏 上個禮拜五我們是不是有兩檔股票 漲停榜 應該是三檔 三檔股票在漲停榜成型高 今天還在繼續 創新高中 有一檔還繼續漲停榜 哪一檔 就他 聚合 7月5號囉今天 已經漲到哪裏 51塊我們買在哪 32塊1 漲多久了 從這 漲到這 我們哪一天就拿出來跟大家做分享 是不是從這一天 就開始 我25號拿出來講 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賺超過10% 我不能讓我的會員朋友們受損 對不對 權益受損 28 繼續漲 那時候已經 一下子又漲 又一個漲停榜看到沒有 22.5% 到6月30號的時候 還在漲停榜 看到沒有 7月2號繼續漲停榜 對不對 一直到今天 已經到哪裡了 51塊 好 這樣一路走來 你會看到說 老師你是不是 這是早就已經 每天在那邊介紹跟你講 對不對 除了這一檔以外 還有什麼 還有之前 這一檔 尼克森 尼克森 我是不是說 車用電子 尼克森 那時候我記得我跟大家分享什麼東西 我說我看到一個族群 大家可以留意 什麼族群 我這一張拿出來給大家講 我說 現在 電動車 因為什麼 你看到那個新聞 有沒有留意到 說什麼 由於什麼 車用晶片 短缺的狀況 已經有所改善 所以怎樣 整個車勢回 尤其是歐美 解封之後 美國為了要買一台車 要跑到多少 400公里外去買 對不對 連二手車都可以漲50% 我說 這樣車勢是確定是回溫的 因為 去年美國實在是悶太久 今年一解封 OK 所有的消費需求都出來 來看一下 所以我那時候是不是拿出來什麼 尼克森跟大家講 車用電子 介紹說因為他第一季 營收大幅成長 再加上 他的第一季的獲利 1.47已經 達到2020年的45%以上 毛利率跟營益率也是明顯的成長 本來 24 跳到28.8 對不對 營益率從 10%變15% 哇 這個成長得可多了 所以說出來跟大家講說 帶量突破經濟高點 OK 我們特別會員是買來69 OK 7月2號漲停 那時候還在晃 7月2號漲停 7月5號 今天最高來要多少 838 波段漲幅有21.4% 你說 老師今天收十字線 爆大量 對啊 收十字線爆大量是壞事嗎 來看一下 這一檔是聚合 這是不是收十字線爆大量 這天還收黑咧 後來漲過是不是繼續跳 他今天收十字線爆大量 然後勒 漲勢就這樣嗎 大家可以看 好不好 等著看後面會怎麼樣 我們還有另外一檔 這個是車用電子 聚合 也是做 汽車電池 對不對 相關概念 你看 可以漲成這樣表示什麼 這個趨勢已經形成 不是一天兩天就結束的東西 他結束一定會有跡象 什麼跡象 老師看得出來 OK 那另外還有哪一檔 我上禮拜這邊還拿了一檔出來 7月1號 介紹了 這一檔 東聯 那時候什麼 是不是二線說話股 大家都漲停板 他那天才漲5% 他沒有漲停板 可是我看到他的什麼 他的整個 營收表現 連續9個月成長 加上什麼 有虧轉盈 毛利由負轉正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利多 你就要去留意說 他明明公司已經是一個怎樣 往上成長的一個階段 為什麼股價 還沒有什麼反應 等著什麼 等著股價已經到達一個 轉折點的時候 趕快去進場 你就會賺到錢 對不對 來看一下 今天 這是7月1號 有沒有 帶亮 長紅K 剛好到錢波 高點附近 有沒有 這個時候 這個高點附近都沒亮 直接7月2號直接漲停 其他塑化股都開高走低 他漲停板鎖 看到沒有 是不是 帶亮上漲 短多成型 這一天進場 隔天直接跳漲停 OK 量更大 今天呢 又爆了一個超級大量出來 當然 老資間 高檔有獲利減馬一半 我們的重點是在賺錢 我們不用跟他賭什麼輸贏 他今天最高來2785 漲幅是21% 我們差不多在這 27 附近 出了一半 這樣賺多少錢 兩天賺4塊 對他來講 接近20% 咦 這樣OK 有賺錢都OK啊 為什麼不OK 對不對 老師那你還留一半幹嘛 因為他還沒有決定說他到底要不要繼續漲啊 可是他現在在漲 不否認啊 對不對 何必去預期說他會漲到哪裡去 他自然會告訴你 賺錢 所以說老師在這邊做交易的唯一的 要求是什麼 我希望我們賺錢的時候是賺的比較多 虧的時候就是虧一點點 我不會說我每一筆都賺錢 因為那不可能的事 直接一句話告訴你 那是不可能的事 問題是 你的觀念到底對不對 每個老師在跟你介紹股票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他買在哪賣在哪 我是一路在跟你每天跟你講 對不對 那以這邊來看的話 為什麼買他 有沒有理由 為什麼 對不對 沒有理由 哪一天突然冒出來 老師都怎樣 那 我的做法是 我先跟你介紹完 每天來印證 你都可以回去看 對不對 來看一下 今天 剛剛講到什麼 車用電子 對不對 再來一檔 這一檔 連續18個月成 這夠多了 18個月是一年半 營收連續18個月成長 今天有漲 汽車電子概念股 OK 哪一檔 走勢漲這樣 你看啊 股價在月季限制上整理 多頭個局不變 他要不要衝過去 我也不知道 問題是 他有沒有機會 這樣 衝就上去了 有啊 我說我們不用追嘛 老師都買在那個 相對 低點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去追高 我們沒有追高 我們買在那關鍵的位置 我不會說他一定漲 沒有這回事 可是他很有機率會 漲過去 很有機會很有條件 老師是不是先看完他的基本面 挑選出來他在成長 那既然在成長 他是不是很有機會 因為某個 題材某些題材他就 開始動 會啊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先買在那等著 等著他幹嘛 等著他 題材發酵他就啪就上去了 對不對 我之前的節目有跟大家做介紹 我說 消息出來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說 這個消息有沒有剛好催化他的什麼 股價形成一個趨勢 是不是講的太玄虛了一點 反正態度就是 消息出來反應是 剛剛好是對的這樣 OK嘛 剛好就開始漲 有啊 或者有的是 消息出來反而是跌的 都有 只是說你怎麼去判斷 怎麼判斷就是老師的價值在這裡 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會像 看節目做股票的朋友一樣 龍鋼買了結果套牢 那這樣不OK啦 好不好 我們都買在那個要動的時候 你不要買那個已經漲了三層了 才去跟我買 然後問我說怎麼辦 這樣比較不好 當然如果說你真的買到你可以打 打電話或掃描QR Code來問 老師還是會告訴你 好不好 那這邊 一樣 認同我們操作的朋友 現在運達投顧推出588要擬發方案 現在已經在 高檔震盪創新高 新主流出現 你要佈局 趕快 現在馬上掃描QR Code打電話來 你有機會參與 老師現在正要佈局的股票 短短兩三天就20% 爆波段的 意行已經80% 如果你真的要參與 歡迎 馬上來電 或掃描QR Code 今天節目到這為止 謝謝大家 我看 你現在已經在 你現在 大盤高檔震盪 融資履創新高 缺激必凶 布局下坡新主流 趁現在 就是現在 通收58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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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部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超级实用的潜龙选股 让您得意股市 股市得意 量力绩效 尾缸63.8% 加方137% 南茂39.4% 线上交据课程 只要9900 一辈子受用 购买战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